字幕志愿者 李飞彪 今日李飞彪师傅将会深化上一堂教过的单手防御手法 教授学员如何利用双手应付敌人的重击 除了讲求双手的协调性 亦需要增加手臂的肌力 所以李师傅在课堂里加入了体能训练 上次我已经解释了单手如何上下左右的防御方法 其实我们有两只手 我们不一定是单手 我们两个手都可以做同样的东西 或者两个手互相做不同的东西 而产生一个协调动作 将威力更大 例如我们架单手 如果架的时候 我们加一个推 这个就是两个手动作 同样都是防守 但是防守和进攻里面 力量是加大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 所以我们刚才我们有一个拨 有一个压 其实我们的招式里面是相通的 只为稍稍地调节一下 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动作 比如我们拿着一个正面 正面来我们叫闪身 一戴过之后 这个是一个退步 产生的一个引力 这个是我们的坐马 而手上升是一个矛盾的力 这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做法 另外一种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向前的 一个闪身的 另外一种 如果对方的来势太猛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能够正面跟他捧事 我们唯有就是一个 将一个引控 这个引控是将对方 由一个上面 由一个高点 带下一个下点 那变成我们的力量 这个是一个引 这个是辅助 压力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两个手 一个基本的防御方法 跟我们之前说的 那四个单手的招式 其实关系很密切 稍微改一改 你就可以形成一个 新的防徽招式 所以在里面说 招式是无形的 招式没有定型的 任何招式都可以互相转化 这个也是我们的 智慧水里面 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变 但是变之中 我们有一个基础的手法 去变 例如我们说 这个我们是一个上步的 这个是一个闪的 将这个中路大开 让它引过了 这个手是一手打击 另外一个正面 我们将它有一个平面动作 将它慢慢的直线 一个斜线 将它引到地上 这个都是我们双手防御里面 一个比较常用 和比较实用的手法 师傅如果对手用单手攻击 我用双手折击的话 会很浪费自己体力 其实不会的 你的折击 是有两个原因 一是 你想靠这些折击 而离开它的攻击范围 双手就是说 你用双手制止它 不让它再有下一个攻击的动作出现 所以这不是在乎 师傅 我用双手 去迎接一只单手 是否会浪费自己体力 而是说你的意图是如何 如果我纯粹想离开 我单手 我纯粹就走了 但如果我想控制它 不能够再攻击它 一抓住它 押住的时候 它已经是一个受压 你是一个主动 它纯粹是一个被动 如果你单手 它追上来 它依然还可以是主动 所以都是看你当时的 对方的态势 以及你的意图 好 大家跟我练一步 好 上步 转身 射步 再来一次 上 转 射 再来一次 上 转 射 目光保持向前 再练多一组 上步 转身 射步